時間來到七點二十七分來關心天氣 的確這很多戶外的活動都得靠天空做美 偏偏來看看是因為東北季風持續影響 所以全臺天氣其實都不太穩定 說真的東臺灣北臺灣基本上都是陰雨的天氣 往桃園以南天氣才會稍微穩定一點 所以今天早上迎曙光的 昨天晚上跨年的基本上東臺灣跟北臺灣 都受到了雨勢的影響 而且這雨都不小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持續來看到下一張圖 您會更加的清楚跟了解 基本上因為水氣偏多 尤其是這一塊雲帶 基本上就所在臺灣的從北到南 但是都在東側的地方 所以就不難想像 為什麼東邊看不到曙光 昨天基本上晚上的跨年 花蓮台東都是在大雨當中完成的 北臺灣也差不多 而今天的水氣持續的輸送 這波水氣主要是來自華南一帶 所以說真的連今天中南部地區 其實水氣都有點多 好像天氣基本上都沒這麼理想 所以元旦想出去走走 今天不這麼適合 或許明天會好一些 另外看看是溫度上的變化 我們告訴您今天低溫在苗栗是14.3度 漿化是16度的確天氣都還是比較偏冷冷的 目前的室外溫度北臺灣在18度左右 中南部在16 7度左右 原則上中南部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輻射冷卻效應 畢竟這些低溫都是在清晨的時候創下的 不過現在開始有些水氣報導了 所以天氣也沒這麼穩定 今天全臺各地大家都得留意 可能會有雨時發生的機會 再來看到下一張圖 大家就很關心了 新的一年開展了 第一週天氣如何 我們竟然看到今天溫度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基本上高低溫差都在五到七度左右 北部的朋友 基本上就是一件外套的差距 早晚加建一 而白天的溫度不會升得太高 大概就在二十度上下 清晨的低溫都在十三到十四度左右 要特別告訴寧江的雨 還得持續一到兩天左右 明天會漸漸緩和下來 週二過後天氣會比較穩定 接著又要注意的是 接下來可能會在下個週末假期 會有新一波的系統來報導 目前不排除有可能是來到冷氣團的強度 所以要隨時留意氣象的預報更新